各位观众朋友晚安 明天台湾附近的环境风向 会由偏东风逐渐的转为东北风的环境 风速持续的增强以外 水气也有增多的趋势 所以在银封面的大台北东漫测 宜兰以及北花莲这些位置 会有局部短暂雨的机会 西半部地区的天气相对是比较稳定 以晴岛多云为主 不过要注意 早晚气温是比较偏凉一些 而日渐在阳光底下感受会比较暖热 日夜温差会比较明显一些 我们接着来看卫星云图 今天台湾附近的环境风向是偏东风为主 而周围的水气都是比较偏少一点 所以全台各地大多是 晴岛多云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 不过在南边的低纬度热带阳面地区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平静一点 在今天早上有新的热带性地气压生成 而这个热带性地气压 未来有机会进一步的发展增强 可能会成为今年的第22号台风 叫做耐格台风 而这个系统未来的移动趋势 会往西转西北的方向移动 预估在周末期间会逐渐的来到 菲律宾旅宋岛东方海面的位置 而它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会有逐渐在往北转的这个趋势 但是以现这段预报来说 往北转的位置、时间以及角度 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而它如果距离台湾越近 就可能会带来越显著的影响 以现这段预报来说的话 在周末到下周一、二 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 都会有比较高的降雨几率 如果有安排这些地区户外活动的话 一定要持续注意近期的天气预报资讯 接着来看台湾附近的状况 明天到周五环境风向会逐渐的转为东北风 水气也有增多的趋势 所以迎风面的大台北地区 宜兰花莲这些位置降雨几率都会提高 桃园这个位置也偶尔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雨影响 而周六到周日 这个下雨的范围会有再逐渐的扩大的趋势 我们来看未来的四日雨区 明天台湾附近的整个降雨的状况 会比前面几天来的扩大一些 比较明显的降雨发生的位置 还是在迎风面的山区以及在宜兰这个位置 而周五到周六整个下雨的范围持续扩大以外 雨量也会逐渐再增多 在迎风面山区都会有比较大的降雨累积的量 周日之后就会开始逐渐受到 刚刚提到的系统外围环流的影响 而降雨的范围是不是只有这么小 还是会有再扩大的趋势 可能就要持续的关注 未来几天的这个预报资讯变化的状况了 我们接着来看未来的温度趋势 以北部地区来说的话呢 在未来这一周以内 并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南下 所以早晚的低温大致上都还是在21度左右 不过白天高温就有比较明显的往下降的趋势 最主要就是因为从周末到下周这段期间呢 云量比较偏多以外也会有比较高的降雨几率 这个云量遮蔽了白天的阳光的这个加热的效果 所以高温就有明显往下降到23到24度 再来看中部地区 同样是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南下 而刚刚提到的这些水气呢 也都不会对中部地区带来明显的天气上的变化影响 所以白天的高温大致上都是在28到30度 早晚低温大致上是在22度 南部地区同样不会受到这些水气的影响 所以白天高温大致上是在29到30度 早晚低温则是在23到24度 再来看中部地区 东部地区在白天高温变化的幅度也并不是很明显 大致上是在26到28度 而早晚低温则是因为云量增多 这个遮蔽的夜间的辐射冷却效果 所以早晚低温有逐渐的往上升到22到23度这样子的趋势 接着来看今晚到明晨的状况 今晚明晨来说的话呢 环境风向还是以偏东风为主 那在东北角的这个宜兰到基隆这个位置呢 还是有比较高一点的这个降雨的几率 到了明天白天之后呢 偏东风逐渐的转为东北风 水气也会再持续的增加 所以整个大台北地区宜兰到花莲这些位置 然后离岛这个绿岛蓝雨这一代呢 这个整个降雨几率都会有逐渐提高的趋势 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局部短暂雨 以上就是今天的气象播报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出大太阳的好天气 准备看场期待依旧的演唱会 表演还没开始 雨丝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托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智一路段 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 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成为殷勤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